汉中平元年 曾拥有四百年荣耀的大汉王朝 如今也已走到了日落西山的地步 宦官由爱妻之名称暗斗 导致宫中大乱 接连不断的天灾与高压的增税 无情地剥夺了人们生存下去的力量 此时太平道教主张角 终于决定发兵打倒汉朝 而民众也群情激愤 并追随张角而起 此计为史上最大的农民叛乱 史称黄金之乱 然而在此混乱的市局中 许多英雄豪杰也逐渐在各地赞露头角 与讨估黄金党首次上阵的曹操 以扫荡贼徒而驰名的孙坚 以及在桃园结义的刘备 关羽张飞 而乱世也就此揭开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